嗨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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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说,我办的那个活动,因为蒙特利尔没有过反共的集会,中国人的反共集会,我说错了,就是从2019年开始,蒙特利尔就开始有一些香港人和维吾尔人的反共的集会,但是没有异常中国人的反共集会, 我不是说悼念呀,或者是表达其他的政治的态度,这些可能都有,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那个community post,就是油管的那个发帖的地方吧,我发了大纪元的报道,那大纪元里面呢,有采访到一位香港人,那位香港人说从2019年开始,他等了两三年才看到说有中国人在中领馆前办集会, 就是你反共集会,我为什么一定要办在中领馆前,我觉得就是蒙特利尔的第一个反共的集会,一定要办在蒙特利尔的中领馆前,这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的,就实话来讲,我觉得我是为,咱们往大一点说,就是海外的中国人的反共的事业, 那我觉得我要垫下一个漂亮的第一块砖,就是说我们说以前就是蒙特利尔有很多反共的人,无论是留学生还是移民,大家都有很多人呢, 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,可能在朋友圈里面聊天呢,或者是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,一些自己个人的范围内所触及的事情, 但是从未有过在蒙特利尔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,所有人站出来喊说共产党下台,习近平下台的一个反共集会, 我很清楚说你可以不完美,但是你必须让它呈现出一个基调,一个基底,就好像说这是在蒙特利尔反共大业的第一块坚实的这一块砖, 你得把这个砖累对地方,就是你这个砖呢,你可能这个颜色可能不太好,或者说呢,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, 但是这个地方它必须在中领馆前,必须在蒙特利尔中领馆前,有加广的中文的媒体记者出席, 他也采访我,那也有CBC,就是加拿大最大的那个广播电台,他们的英法文的记者出席活动, 那包括大概加广估计人数是上百,就是有大概一百人左右, 顺便跟大家宣布一下,就是我不会再办下一次活动了, 那这个压力不是主要来自于中共那边,中共那边有压力, 但是我都能承受,这个没有关系,但是我妈已经非常, 我妈已经不会允许我再做下一次集会了, 我做这些事情,都是因为我家人支持,是我妈支持, 我妈不支持,我就不能再做了,不是因为我承受不了或者是怎样, 而是因为我做的这一切事情,跟我一起承受这种麻烦和压力的是我的家人, 就说我,这不是说我一个人一人做事一人当,这个世界上, 就是说在反共这件事情上,没有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事情, 你是一人做事全家受难,一人做事全家苦难, 这个是在中国和海外其实是一样的,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我妈同意的情况下做的, 那我妈这次为什么不同意, 她觉得说好,你就说从未有过这样一场集会, 我妈反而又的确除了你之外,没有人出来做, 那好,我们就做一次,但是她说一次,到此为止, 到此为止,她明确地告诉我说, 无论是否接下来有其他人来接受, 无论是否有,无论是蒙特亚公民会这样的组织来接受, 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什么样的情形, 不允许我作为组织者再组织任何的集会, 我妈认为说,每个人要为每个人的权利和理想去奋斗, 那可能有的人能力多,能力强,她可以多做一些, 有的人能力少,能力小,她可以少做一些,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应该要做所有的事情, 或者说做,永远地去做承受最大压力的那个人, 所以说,这是我办的最后一次活动,那我不会再办了, 最终我妈说出那句话的时候,我觉得我妈说的是对的, 她说蒙特利尔就没别人了吗,蒙特利尔就没男人了吗, 那大家都有我的email,都有我的邮箱, 所有人都能只要上我的邮管,看我的频道, 都能够看到我的邮箱,大家给我写邮件, 我会跟大家去联络,我会分享我的经验, 甚至包括我在我过去的所有的live中, 就是关于抗疫游行示威的live中,我都明确地都跟大家讲过,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地方觉得需要我的帮助, 无论是需要我的英文,还是需要我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沟通的能力, 或者是说我在推特上或者优管上这一点的影响力, 无论大家需要我,那任何方面大家都可以来找我, 我一定全力地为大家提供协调和帮助, 其实我也,我心里也很复杂,台湾人有来,香港人有来, 维吾尔人有来,还蛮可惜葬,就是葬人没有来, 但是我当时我办完,我心里非常非常高兴的, 就是因为我当时办的时候,我不知道会来多少人, 是大概一百人左右。 鱼工盖房朋友,恭喜阿妖做出漂亮的第一次, 接下来就交给蒙特利尔的男人吧, 对我妈就这么讲的, 墙内人现在也不容易,墙内人现在进行大规模的抓捕,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运动进入低潮, 其实就是现在运动进入低潮, 国内国外恐怕很快都会是, 国外可能会稍微延续一段时间, 因为国外它是言论自由, 它有这样的空间让大家去表达, 但是国内它运动一定会陷入低潮了,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, 就是因为它首先中共是先透过说我放松, 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清零的管制, 让民众的这个民怨开始往下降了, 就是之前是民怨沸腾快爆了, 那么它现在开始把这个压力锅, 把这个压力法打开了, 这个压力释放了一些, 那是透过说这个减缓清零政策, 那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白纸革命最重要的, 能够集结全社会各个群体各个年龄层, 的原因是它是针对清零政策, 那清零政策一放松, 其实这个运动就无以为继, 这个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, 为什么我一定要赶着时间去办, 就是说我周二开始做活动, 周五晚上就要办, 因为我知道你晚一天, 这场活动就落入低潮, 略落入低潮, 因为你只要看到中共有放松, 有习近平有放松的这个倾向, 这场运动就注定下落, 注定下落, 它的基础就没有了, 大多数人他只要这个清零放松, 甚至他都不见得清零结束, 只要清零放松, 只要不要有那么残酷的, 会把人烧死在家里的这种残酷的清零政策, 大家就满意了, 就OK就可以回家了, 所以说它的基础就已经垮了, 它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垮了, 那但是少数的年轻人, 少数的明白的人, 少数的觉醒的人很清楚说, 你现在清零政策哪怕是放缓了, 下次习近平会搞出一个更大的, 更奇葩的, 更神经病的一个政策来折磨中国人, 少部分最核心组织的这群人, 我估计可能连两成都不到, 我估计可能连两成都不到, 甚至可能只有一成左右的人, 就这一成左右的人, 他们很清楚共产党必须下台, 共产党不下台, 中国人的苦难不结束, 这些人是清楚的, 但这一成人, 他们不能出来了, 他们不能出来了, 为什么呢, 因为当大规模数万人的集结的时候, 所有在里面的人都是安全的, 但是当变成数千人的集结的时候, 你就已经变得危险, 当你变成数百人, 甚至数十人, 甚至是一个人的集结的时候, 那就完了, 那就完了,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, 极其危险, 甚至是你等于说你要抱着牺牲的, 你作为牺牲者的决心, 你才能去做,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,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, 我就说我以前, 我不给中国国内的抗争者, 任何的建议和意见, 我以前不给, 因为我不是, 因为我不是抗争者, 那么我现在, 我办了蒙特利尔第一个, 中国人的反共集会, 我认为我可以来说一些话了, 我跟大家讲, 我就是蒙特利尔第一个站出来, 举这个火把的人, 我就是那个人, 那我跟大家讲, 你们不要再出来了, 你们不要再出来了, 当你发现说, 你身边集结的人只有几个的时候, 请你回家, 请你回家, 请你保存实力, 意图后事, 请你这样做, 这是我作为一个, 在海外的没有那么大危险的人, 我已经感到危险在向我迫近, 我已经感到了, 我已经接到了, 我在海外, 我都不能让我的家人承受这种代价, 请你回家, 请你回家, 我们等, 我们等, 大家不要灰心, 不要怀忧丧志, 大家相信习近平, 你可以不相信中国人民, 你可以不相信五毛, 你可以不相信粉红, 你可以不相信军警的良心, 你也可以不相信李克强, 不相信汪洋, 不相信栗战书, 但你要相信习近平, 你要相信习近平, 一定会在不久的未来, 推出一个极其其芭芭, 极其神经病的, 能够让所有中国人, 横跨所有社会阶层, 横跨所有年龄层, 极其愤怒的一个政策, 到了那个时候, 你是安全的, 到了那个时候, 你跟全中国所有的老百姓, 一起站出来, 我们再一起站出来, 白纸革命没有死亡好吗, 白纸革命只是陷入低潮, 这个低潮的原因很简单, 中国大多数民众, 不再站在我们身边了, 不再站在反共的, 不再站在共产党下台的, 这个旗号下面了, 但是你放心, 你放心, 只要习近平还是, 中共的领导人一天, 习近平就会往这条路上, 一路作死, 一路作死, 那请大家不要焦急, 不要抱着牺牲者的精神去, 不要抱着牺牲者的精神上, 革命还需要你们, 革命还需要大家, 中国人民还需要大家, 我也还需要大家, 我也还需要在国内最核心的, 最勇敢的, 最豁得出去的这一小小的这一部分人, 我需要你们保存实力, 以图后世, 当下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爆发的时候, 你们就是, 你们就是引领, 你们就是引领的人, 你们就是去举起这个烛火的人, 你们得活着, 你们得活着, 你们得在外头活着, 你不能在监狱里活着, 这是我请大家, 一定, 一定要保存实力, 以图后世, 以图后世, 大家放心, 大家放心, 会有的, 会有的, 哎呀, 你放心呢, 你谁都可以不相信, 你要相信习近平, 你要相信习近平, flight会有人进行看广況权eles, 您 möglich的, 亚业迹目的 我说婿泄国购者了那种交错 beautiful picture,